邪不压正西安录演!姜文呼吁勿忘历史! 姜文新作《邪不压正》将于7月13日全国公映,近日正在进行全国录演,每到一地,都掀起一股姜文市热潮,各地观众都迫不及待的响一堵这不及具姜文特色的电影真容! 7月7日,录演行至西安,1500名观众成为第一批看到电影的幸运儿,观影过程中时时爆发出笑声、掌声。 而电影结束后,姜文惊喜现身并用自己的风格与观众热情互动,让现场气氛急剧升温。 《邪不压正》改编自张北海的小说《狭隐》,然而熟悉姜文的都知道她从来不会拘密于原著。 相比于原著戏制度描绘了1937年的北平生活韵味,《邪不压正》则将复仇,侵略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,那种酣畅感和跳跃性让电影时刻处在高潮阶段。 而其中巧遥穿插的幽默戏剧,则让电影更添一分快感,这也是最让观众印象深刻的。 观影中,几乎每隔几分钟全场就会爆发笑声,读出心裁的笑点和吻中带皮的台词,总能让观众在意料之外拍手大笑,而在有抹背后隐藏的荒诞和深刻,则让人意犹未尽,这便是江文电影的魅力。 电影结束时,全场响起经久不绝的掌声,观众对于满屏的荷尔蒙,血脉纷张的暴力,到位精准的画面印象深刻,它不仅具备感官上的刺激,更让电影中的情感感染了在座所有人。 观众们,观众们表示电影紧凑,刺激,精彩,爽,甚至有人表示本来是笑住的,但最后不知道怎么就哭了。 在映后互动中,导演江文惊喜亮相,对于电影,江文毫不避讳地说,我觉得年轻人最直接,他们,观众,的反应是最真实的。 而对于电影中的各路人物,鹰汉代表江文却意外表示,真正的英雄是女孩,男人是靠住女孩的锤链才得到成长的。 电影中,没有任何一个人物是小人物。 此话一出,让在场所有人都为江文的风度和透彻而鼓掌。 邪步押正讲述了北平七七事变前后的故事,当天恰好是七七事变81周年,对此,江文导演严肃地说,每年都有一个7月7日,大家都应该记得。 对于这段历史,江文十分执着,让大家铭记并怀有敬畏,并且从战争中反省自身,也是他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之一。 除了恨江文外,每个人看完邪步押正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和感受,而江文却乐于让大家去误读,如果没有读的话,我们在座的多礼拜可能都没出声。 丁坦言越是带注意收看,越不知道怎么看这电影。 而在前一天的成都观影现场,就有一位母亲坦言在电影中看到了中国人的担当和人性的复杂,她觉得孩子们应该多看这样的电影。 可见,电影里将会有很丰富的内容供应迷们琢磨,不同的人可能会看出不一样的情感。 看到什么就是什么,这也是江文电影的特色。 7月13日邪步押正将全国供应,嗨翻夏日,痛快爽辣,江文势必会再为观众奉上一场江湖盛宴。